我们这一小节来简单介绍一下HTTP服务器 HTTP服务器就是能够提供HTTP服务的服务器 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第一是对外接收HTTP的请求 然后解析这个请求 对这个请求进行处理 如果请求是一个请求静态页面 那么就找到这个静态页面 把内容返回给客户端 如果它是一个动态页面请求 那就发到相应的解释器 解释器执行完成以后 再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系统机和扩展机的功能 比如说负载均衡 流量控制 对第三方协议的支持 还有一些压缩图片这些 这张图片画的是 HTTP服务器处理静态页面 和动态页面请求的一个过程 客户端首先发出一个请求 HTTP服务器在收到这个请求以后 对这个请求进行解析 如果是请求一个静态页面 那么就在相应的目录下 找到这个静态页面 返回给客户端 如果是一个动态页面的请求 那么他就把这个请求发送给相应的解释器 然后解释器在执行完成以后 再将结果返回给HTTP服务器 HTTP服务器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我们常用比较流行的动态页面技术 有PHP 有GISP 有ASP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Web开发 Web应用开发 它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把应用挂在相应的解释器下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比较流行的HTTP服务器 首先是IIS 这个是我微软公司开发的 运行于Windows平台下的 那么在进行ASP或者ASP Donate的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装一个IIS 大命令的Apache Apache是Apache软件基金会开发 最流行的一款Web服务器 它的用战有率比较高 低的时候也一般在50%以上 高的时候一般在百分之七八十几种 它号称是Linux下的杀手机应用 可以运行在Windows Linux Udix 还有其他的主要 主要操作系统平台 它特点是高效稳定 功能强大 并且容易扩展 它的功能非常多 比如像负载均衡 运发限制 对SSL协议的支持 还有图像模块 还有我们压缩 还有轻量进步服务器 还有带宽限制 还有一些日子监控这些 这次我们没有选择Apache 作为我们项目的原型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代码量比较大 上手比较慢 看很久才能够看出一个眉目来 所以我们就没有选择Apache 当然在开发中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一些项目 使用的是Apache 作为项目原型的 还有一款叫Nginx 这个是这几年来比较流行的一款 HTTP服务器 它是俄罗斯人这个人 为俄罗斯访问量第二个网站开发的 这个网站 这哥们也由此一战成名 Nginx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性能非常非常高 普通电脑上都能达到 八九千的这种并发量 如果机器性能好的话 这个并发量会更高 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HTTP模式 一种是TCP模式 如果配置成HTTP模式的话 它就充当一台HTTP的服务器 把所有的请求 都当做一个HTTP的请求来处理 如果设置成TCP模式的话 它就充当一个代理 一个反向代理 进行一个数据转发的功能 那么什么叫反向代理呢 代理就是在两台通信实体之间 充当数据包转发的这么一个角色 比如说我们A和B要进行通信 C在其中充当代理 那么我们A就认为 它是和C在通信 B也认为它是在和C通信 AB双方都会认为 它是和C通信 那么什么叫反向代理呢 反向代理就是在代理 收到客户端的请求以后 他会根据客户端的请求内容 来决定把这个请求发到哪 发到哪个目的地 比如说我们客户端 发出一个请求 代理服务器在收到 这个请求以后 如果是HTTP的请求 那么他就把这个请求发到 外部服务器 如果是一个邮件协议的请求 他就会把这个协议发到 邮件服务器 这种代理模式通常用在 外部机器对内部资源的访问时 我们放在网络入口处的 这么一个代理 所以它叫反向代理 那么有反向代理 就是正向代理 什么叫正向代理呢 正向代理 是客户端发出请求以后 代理收到这个请求 直接根据客户端请求 把这个数据发为向 发往相应的目的地 发到哪里 是由客户端来决定的 而不是由代理来决定的 这种模式通常用在 内部机器对外部资源访问上 就是放在网络出口的地方 所以这个叫正向代理 恩建克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性能非常非常好 资源需求低 电房量大 那么它的缺点呢 就是文档比较少 因为这是个俄罗斯人写的 文档比较少 但是这几年呢 文档可能会多一些 因为网上有很多人在分析 也有写成文档 来共享出来了 那么酒香不怕相子深 这几年恩建克斯是越来越流行 它另外一个特点是 扩张性分成好 它把一些功能定义成 一个一个的这个模块 它那个模块叫一个过滤器 就像把珠子穿在一条线上一样 我们把这个模块 一个一个挂接起来 每个模块实现一个功能 如果我们需要添加自己的功能 做定制化开发的时候 我们只需自定一个模块 然后把这个模块 挂在这条链子的尾部 那么就会加上我们自己的功能 它的扩张性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扩张性能 都会加上我们的扩张性能 然后我们在这条链子的瓶子 就会加上我们的扩张性能 我们现在我们在这条链子的传统 我们在这条链子的扩张性能